我祝福到神经典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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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能致辞的主降此经 以便你警告一组人 他们的祖先未被警告过 所以他们是疏忽大意的 他们中大多数的人却应当受判决 所以他们不信道 我却把枷锁放在他们的脖子上 那些枷锁达到下巴 所以他们不能低头 我在他们的前面安置一个障碍 在他们的后面安置一个障碍 蒙蔽了他们 所以他们看不见 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 这在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必定不信道 你只能警告那遵循教诲 而且在秘密中敬畏之人主者 你要以奢佑和优厚的报酬向他报喜 我必定要是死人复活 我必定要记录他们所做的善恶 和他们的事迹 我将一切事物详明地记载在一本明白的范本中 你当以城市的居民为他们设一个比喻 当时 使者们来临那些居民 当时 我曾派遣两个使者去教化那些居民 但他们否认他们俩 我就以第三个使者去援助他们俩 他们说 我们却是被派来教化你们的 他们说 你们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知认主没有降世任何物 你们只是说谎的 他们说 我们的主知道 我们却是被派遣来教化你们的 我们只负明白的传达的责任 他们说 我们却以为你们而遭威怨 如果你们不停止宣传 我们势必辱骂你 或以痛苦的刑罚加于你们 他们说 你们的威怨是伴随着你们的 难道有人教诲你们 你们才为他而遭威怨吗 不然你们是过分的民众 有一个人从城中最远的地方跑来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顺从使者 你们应当顺从那些遵循正道 而不向你们缩取报酬的人们 又说 我怎能不崇拜那创造了我 而你们将被招归于他的主宰呢 难道我能舍他而尽是一些神灵吗 如果质任主欲降灾于我 则他们的说情对于我毫无批意 他们也不能拯救我 如果那样 我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我却 归信了你们的主 故你们应当听从我 有声音对他说 你入乐园吧 他说 但愿我的宗族知道 我的主已奢诱我 并是我成为受优待者 在他之后 我没有降天神去惩治他的宗族 我也不常常讲天神 才听见一声呐喊 他们就灭亡了 挨在众仆 只要有使者来教化他们 他们便加以愚弄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在他们之前 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 那些被毁灭的世代 永不转回城市 他们将通通被拘禁在我那里 他们有一种迹象 以死的大地 我使他复活 我使他生长出粮食 以做他们的食品 我在大地上创造许多 椰枣园 葡萄园 我使许多园犬 从地中涌出 以便他们拾起果实 这些果实 不是他们的手造来的 难道他们不感谢吗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创造一切配偶 地面所生产的 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 都有配偶 他们有一种迹象 我使白昼脱离黑夜 他们便突然地在黑暗中 太阳极形至一定锁 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 所预定的 月亮 我为它预定星宿 直到它再变成干枯的椰枣树一样 太阳不得追击月亮 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 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他们有一种迹象 我使他们的子孙 乘坐满载的传播 我为他们而创造像传播那样可供其成的东西 如果我抑郁 我就把他们淹死 而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 他们将不获拯救 除非是因为我的恩惠 因为我要是他们享乐至母时 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 你们当畏惧在你们之前的 和在你们之后的 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 每分他们的主的一种迹象来临他们 他们便抛弃他 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分舍真主所赐予你们的 那么不信道者将对信道者说 真主欲供养谁就供养谁 我们何必供养他呢 你们只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他们说 这个警告什么时候来临呢 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 他们只等待那一声呐喊 在他们分针的时候 袭击他们 他们将来不能立遗嘱 也不能回家去 号角一响 他们就从坟墓出来 奔向他们的主 他们将说 伤在我们 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 这是知人主所应许我们的使者们 一说实话了 才听见一声呐喊 他们就通通的被拘迅在我这里 在那日任何人不受丝毫亏望 你们只以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 乐园的居民在那日 却是从事娱乐的 他们和自己的配偶 在树荫下靠在床上 他们在乐园中将有水果 并有他们所要求的恩典 平安 这是从知人主发出的注词 犯罪的人吗 今日你们当退避到一边去 阿丹的后裔啊 难道我没有嘱咐过你们吗 我说你们不要崇拜恶魔 他却是你们的仇敌 你们应当崇拜我 这是正路 他却是许多人迷雾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这是从前常常来恐吓你们的火运 你们生前不肯信道 所以今日你们当入火运 在那日 我将封闭他们的口 他们的手将对我说话 他们的脚将证实 他们所行的善恶 假如我抑郁 我必毁灭他们的眼睛 然后他们忙着走路 但他们怎能看见呢 假如我抑郁 我必是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变形 然后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 我是谁传授 我降低谁的体质 难道他们不明理吗 我没有教他师哥 师哥对于他是不相依的 这个只是教诲的明白的古兰经 以便他警告活人 以便不信道的人们 当受刑法的判决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从我所亲手创作者之中 我曾为他们而创作声序 而他们管理他们 我为他们而制服声序 以一部分供他们骑 一部分供他们吃 他们可以 他们获得许多利益和饮料 他们怎么还不感谢呢 他们是真主 而尽是许多神灵 希望自己获得援助 那些神灵不能援助他们 他们却是为那些神灵 而被计和的军队 所以不要让他们的妄言 使你忧愁 我的确知道 他们所隐晦的 和他们所表现的 难道人还不知道吗 我曾经严创造它 而它突然变成 坦白的抗辩者 它为我设了一个比喻 而它却忘了 我曾创造它 它说 谁能使修骨复活呢 你说 最初创造它的 将使它复活 它是全知一切众生的 它为你们用绿树 创造火 以便用那绿树燃火 难道能创造天地的 不能造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不然它却是善造的 却是全知的 当它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 它的事情只是说有 它就有了 赞孙真主超绝万物 一切事与物的 主权都在它的掌握之中 你们只被招归于它 如今的时候 岁份和它们不佳 有优优独立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